我觉得你好执着呀 小妹妹 就你这么执着你爸妈知道吗 你这么顽皮让我们怎么跟你玩耍 最关键的是你觉得你喜欢她的帅 喜欢她扮演的cosplay 但你觉得除了她长得帅 你还喜欢她什么呀 她经常也会在微博上 发一些她做饭的照片 你们想一个大男生会做饭 我老公也会做饭呀 对呀 还做过什么 家里厕所里面没有贴她的画像吗 没有 但是她的照片都是我手机和电脑的壁纸 我每天都会去看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喜欢 和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喜欢区分开了 这种喜欢你可能是小时候不懂事啊 但是别跟爱情混为一谈好吗 对人生就是这样 你当走一步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时的你非常幼稚 希望你能够很快成长 祝贺你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站在这里的话 我七月份就要出国留学了 我怕如果今天我见不到她 你不走了 对我会不走 我不见到她 我就是不走 那你见到了她又能怎样 我要亲口告诉她 我有多么喜欢她 没有她我谁都不要 你现在眼前毛已经掉下来了 镜头上会比较难看 你是愿意以真实的面目 见你的偶像 把她现在就把她撕下来 耍脱一些 好 掌声再次送给她 这种敢以真面目 见自己的偶像 我觉得还是挺有勇气 如果见了她 但是不是心中所想 那怎么办 不会的 通过她的微博 我已经足够了解她这个人 所以 即使就算有些反差 但我还是会喜欢她 你们三给她加油 你们三给她加油的具体方式 是把自己的眼睫毛也撕掉 真撕了 带头了 对 这才是姐妹嘛 谢谢你们 来 接下来请你站到 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有必要问到你几个问题 小呆 你觉得她会来吗 我相信她一定会来的 如果她来了之后 和你所想象的 所了解到的反差 其大 怎么办 我不在乎 因为我已经更喜欢她了 我喜欢到她 就是可以帮助她所有的缺点 那如果她说 我只能跟你保持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 不可以做夫妻 那我尽力去争取 知道我 让她接受我 那如果说 她说我们之间只可以做朋友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怎么办 只要我没有结婚 我正确还是有机会的 What a mind 在一起 我都会去替 من 没问题 我知道